陕西西安是一座千年古都,保留了很多传统年族。 从农历腊月23开始,西安人就要为春节的这一桌团年饭做准备了。 祭造神蒸花馍做蒸碗。 蒸碗是西安春节家宴的一个标志, 六到八个小碗装满大鱼大肉等各种食材, 象征着生活富足,合家团圆。 今天的系列报道,新春走基层,寻找香情年腕, 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古都西安, 看看一位平常都在为别人烹制家宴的厨师长, 他的春节家宴是什么样的。 61岁的长居成是陕西西安饭中的厨师长, 40年的从业经历,他面就了一手细致的刀工。 尽管已经带出了很多徒弟, 但是长居成依然没有退休, 每到过年都是他最忙的时候。 今年农历腊月二十七, 正好是长居成的一对双胞胎孙女满百日。 长居成决定为一家老小亲自准备一桌家宴, 一家人也提前过个年。 程老师,我看您今天买这么多东西啊。 这还不算多, 因为我们今天厨师有特殊行业, 过年这一块要给客人做, 所以我们家里提前执年一番。 这是我老伴。 你好,你好,你好,打扰。 长居成今天准备为家人制作一桌传统的陕西春节家宴, 八凉八热,全鸡全鱼。 长居成在厨房里忙活着, 老伴和儿子儿媳在客厅忙着包饺子。 长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, 长居成的父母如今都已是83岁高龄。 长居成每天在饭馆为顾客烹制家宴, 但却很少有机会为自己的家人做上一桌家宴。 从小到大吃爸爸做的饭吃得多吗? 很少,都是吃妈妈做的饭。 因为很辛苦,家里人也能体谅那种辛苦, 所以回家以后很少家里人让他去做饭。 就相当于还是您在家做饭呢? 一年360天都是我做饭, 常老师呢做工作比较忙, 他晚上11点多下班回来还要吃面, 我就给擀面。 那所有说像今天这个过年呢, 他终于可以回家, 也是咱们大家一起吧, 做这样一桌团圆饭, 也是很难得的。 对对对,很难得。 饺子包好,厨房里的大菜也出锅了。 除了陕西民菜,葫芦鸡,红烧鱼, 长居成还制作了西安春节必备的蒸碗。 将五花肉,大枣等食材放进小碗中蒸熟, 再倒扣入盘,食材软烂入味, 六个蒸碗讨一个六六大顺的好一桶。 全家福,全家福,全家福。 齐了,看这就是咱们这一桌最传统, 最地道的这个西安的春节家宴。 是,是,是。 我看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刚刚做的这个葫芦鸡是吧? 是的,是,是。 我们这个鸡的特色就是筷竹骨梨, 就非常烂, 这是我们陕菜的特色。 筷竹骨梨? 筷竹骨梨。 是什么意思? 就是说我这个筷子放到这个上面? 就是它肉就分开了。 哦,它就直接就是鸡炖的特别的软烂。 然后咱们老年人也能吃, 小朋友也能吃。 对,对,对。 常老师对今天自己做的这一桌家宴满意吗? 感觉怎么样? 嗯,这个菜做的一般, 在家里没这个条件, 这几年都做不了, 今年这儿就有点特例, 今年提前过年。 就是今天整个在做的过程当中, 常老师一直在说, 说这个家里边地方太小了, 施展不开, 然后呢, 觉得肯定没有在饭店里做那么精致, 但是其实啊, 我想在家里边, 咱们做的精不精致, 好不好看,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呢, 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聚在一起, 然后一起包包饺子, 做做饭, 聊聊天, 谈谈心, 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桌春节家宴最大的意义。 干杯, 干杯, 新年快乐, 新年快乐, 新年快乐。